准备好一盘花生米 加入适量清水 将它淘洗干净 控水捞出 用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打入一颗沉紧的母鸡蛋 用筷子浇散 加盐 味精 胡椒粉 少烤料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进来 一边加一边用筷子搅拌 把它搅拌成这样 放入碗中备用 由六成热 我们把花生米倒进油锅里面 花生炸至定型后 我们再用勺子轻轻的去翻动 整个过程都要用小火慢慢的去炸 炸至八面金黄 像这样咱们的花生米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 特别的清脆爽口又好吃